各位观众 这里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加利昂空军基地 应巴西总统卢拉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1月17号下午 呈专机抵达这里 将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 并对巴西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加利昂空军基地时 巴西空军号手吹号致敬 礼兵分裂红毯两侧 巴西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 向巴西政府和巴西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我曾四次到访巴西 亲眼见证了巴西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 再次踏上这片热情的土地 我倍感亲切 中国和巴西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携手前行的好伙伴 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 中巴虽然远隔重养 但彼此吸引 遥相呼应 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务实合作硕果累累 人文合作多点开花 传统友谊 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在国际上 共同发出全球南方的正义声音 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 今年两国隆重庆祝建交50周年 站在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 我期待同卢拉总统 就进一步提升中巴关系 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相信这次访问 将进一步增进两国战略互信 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 引领中巴关系 开启下一个黄金50年 我也期待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 第19次峰会 同各方一道 共商大计 共谋发展 共同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20国集团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平台 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蔡奇 王毅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中国驻巴西大使 驻清乔 也到机场人街 习近平结束出席 亚太经合统支 第31次领导人 非战事会议 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离开立马石 很多当地民众 自发聚集在道路两行 向车队挥手致意 华侧华人中资机构 留学生代表 挥舞中碧两国国情 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 圆满成功 毕鲁部长会主席阿德里安森 国防部长阿斯图迪略等 到机场送行 城市 城市 女士 一定是 来与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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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